这位呢是网红 他名字叫臭蛋 听这名字 他在韩国呢 我也不知道他多少粉丝 是搞什么的网红了 他在韩国呢 请警察接机开路 然后呢 他宣传出来啊 这都不用媒体报道 他自己报道出来 成为一个节目嘛 我们的官媒 被酒派新闻都报道了 他花了1452 引发热议 然后VVIP待遇 入境少排队 警车把他一直护送到酒店 哇 炸的锅了 太锅了 其实这是典型的一种啊 就是 以前经常讲叫做 西化 这个西化其实是贬义的意思了 啊 嗯 嗯 那现在呢 又出了一个词呢 叫东话 东话当然也是个贬义的意思啊 这位女孩子 这位网红干的一个典型的东话的事 有人认为这样子会让我们生存的空间呢 会变得比较难 啊 包括你像这个 某围啊 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 甚至所有的中国产品的竞争 都有一个东话的问题 就是手段可以 无所不容其极